国务院证实 2008年在暴风雪中营救时任联邦参议员拜登的阿富汗口议员哈利里 虽未能及时在美方8月底撤军之前离开阿富汗 如今一家已安然抵达卡达 国务院发言人说 哈利里一家人经由陆路进入巴基斯坦 在搭乘美国政府的飞机前往卡达杜哈 当地有数以千计的阿富汗难民正由美国官员协助办理移民作业 华尔街日报稍早报道 塔利班接掌阿富汗政权后 哈利里夫妇和5个孩子8月未能搭上美方撤离飞机 经过几个月的东躲西藏 终于在退役军人团体协助下顺利逃出国 哈利里2008年时救过拜登总统 时任参议员的拜登当时和参议院同僚黑格凯瑞一同造访阿富汗 期间遭遇暴风雪 他们的直升机被迫降在偏远地区 当时担任美军口议员的哈利里加入军事营救行动 他们驾车伸入山区救出拜登一行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国务院将以快速通关计划 提供哈利里一家移民签证尽快来美国 美国政府今年1月终止了美墨边境墙的施工 取消了施工合同 这导致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边境墙材料在德州被废弃 据纽约邮报福斯新闻报道 一架无人机拍摄到的画面显示 用来建造边境墙的大约1万块钢板生锈 这些钢板足以建造100英米长的墙 在前总统川普卸任前 仅建成约14英米的墙 前边境巡逻队队长斯科特说 政府每天要为被搁置的边境合同支付大约500万美元 斯科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许多项目处于搁置状态 但我们仍在支付承包商的费用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宣布 中国将首度设立国家公园 其中三江园、大熊猫、东北虎豹、南海热带雨林 武夷山等五处列为第一批国家公园 并建设北京、广州国家植物园 官媒央视新闻报道 习近平下午以视讯方式 出席生物多样性公约大会领导人峰会 并发表主旨讲话时 做出上述宣布 习近平表示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中国镇加快建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逐步把生态系统最重要 自然景观最独特 生物多样性最富级的区域 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他宣布 中国正式设立三江园、大熊猫、东北虎豹、南海热带雨林 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保护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 涵盖近30%的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植物种类 在此之前 中国官方已将一些具有珍贵和宾威动物、植物及特殊生态系统的地区 划定为自然保护区 俄罗斯东部军区新闻处昨天通报说 俄太平洋舰队旗舰、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 和特里布茨海军上将号盘潜舰演习期间 在日本海共发射了10枚导弹 通报说 小型反潜舰发射了巡航靶弹 瓦良格号防空系统发现目标后进行追踪 并迅速使用防空导弹将其成功摧毁 瓦良格号和特里布茨海军上将号 还使用防空导弹击毁了 从小型反潜舰发射的靶弹